哈囉大家好我是懶貓 今天呢我們要來玩這個明朝 待會我們要來抽這個新的這個角色 那明朝呢 今天啊 這個新的這一個版本 他來了 1.2的這一個版本 1.2的版本裡面呢還有幾個大優化 在ESD的齒輪裡面的第三個選項呢 現在呢能夠去自己選這一個 你要會有一個鎖敵方式了 你要以移動方向優先 距離優先 還是鏡頭方向優先了好不好 你可以選自己喜歡的一個鎖敵方式 現在啊 遊戲呢直接給了你一個補助機 現在每隻角色呢 都可以幫你解謎了好不好 再來呢 就是在ESD這邊的這一個頭像 你左上角這個頭像呢 這裡呢 現在 可以在左下角這邊呢 編輯影像簿 你可以把你的角色抽出來的時候呢 一直重看這個抽出來的精彩瞬間 好不好 給各位介紹這我老婆 天氣 再來呢 就是1.2呢 現在可以把這個FPS改到120了 今日的獻祭對象先準備好 很好 有了他們 我相信 我這一次呢 一定能夠很好的這個抽到折肢 我們先獻祭 WTF WINDS 這一位先獻祭掉 交給他了 獻祭 1個獻祭應該值個30抽吧 1個獻祭應該值個30抽吧 0 好沒用喔 WTF WINDS NDS 完蛋啦 OK 那我只好獻祭 WINDS了 這個 不怎麼打英雄聯盟的 獻祭掉的名字要化掉才知道 真的假的啦 OK 有道理 第50抽 不會吧 不會這兩個都沒料吧 OK 60抽 真是沒料 兩天是我要畫 接下來我要畫左邊那個 還是右邊那個啊 左邊 OK 大丸 我的摺姿 得要靠你啊 來了 大丸 拜託你了 他這個 他這個 哎唷 多麼可愛 攝影師會不會啊 大丸你好有用啊 大丸 你是最棒的 你知道嗎 拜託你了 陳鵬年 我也覺得 如果我們能夠 有個 2加1 那該有多好 只要能不歪的話 2加1 那也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我給我們陳鵬年 30抽 拜託你了 這麼多年 哎唷 阿年啊 阿年雖然你看不到了 但 摺姿我會好好照顧的 好狠 天啊 我從來沒有想過這招會有用 這台好難看 不是 今天真的是應該不好看一下 昨天是真的 昨天是真的有點 太過頭了 今天讓我谷底反彈一下好不好 大丸說你好難看 我跟你講我還有新招 我要獻祭他們所有人 現在我連 我的好兄弟的名字我都念不出來了 OK 保底 保底 我 我去他的台送 送訂閱 送10個訂閱 我覺得這是 我覺得 我好像 我好像欠他 我覺得 他有點有用 你這媽的 你聽我的話 再10份 操 10份不夠嗎 再10份 好有用喔 天啊 好愛 水啊 再10份啦 兄弟 帥帥帥帥帥帥 好好用喔 今天我的實況台 要放著一個愛玩玩 今天好開心喔 今天真的好開心 我們來做個攻略 首先呢 那哲之呢 他最厲害的地方啊 這個角色呢 他有很多的這一個細節 他的白絲襪呢 其實是有這一個紋路在的 雖然平常你根本看不到 但明朝呢 他很認真的把這件事情給做了出來 這個是第一件事情 再來呢 就是他的這個白絲襪真的很色 有沒有 他這其實是有一個小小紋路的 有沒有看到 其實你仔細看就看得出來的 他白絲襪的紋路是真的有在上面的 就是有一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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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細線 在這個位置 這裡 這裡都看得出來 好然後如果他在彎曲角的時候 這邊其實是會有摺咒 這 咒痕的 再來呢 就是 摺之呢 他是一個麻雀雖小 但是這一個 部障俱全的一個角色 怎麼說呢 首先呢 他的這一個 他是 物理系的 所以呢 他的這個地心以利呢 特別的強悍 感覺就快要打穿這個第四面牆 第三面牆出來了 好不好 摺之 摺之這個角色呢 他是玉化為生的這一個委託畫師 他優實敏感 不善言辭 將所思所想 皆寄予於話 筆下萬物可幻化而出 微妙微翹的一隻角色呢 他跟你一樣是個射觸 他跟我一樣是個哀人 我們都是射孔 他的角色的定位呢 是後台輸出 加冷凝 以及技能傷害的輔助 那這一個角色呢 怎麼樣去解讀他呢 其實也蠻簡單的 首先第一件事情當然就要看他這個共鳴回路 共鳴回路是當場上 存在 在鶴影的時候 技能呢 會轉變成神來之筆 那他可以移動到鶴影上 並且清除鶴影召喚出白鶴攻擊目標 累積一層極翼 最多持續這一個 最多兩層 那持續8秒 擁有兩層極翼的時候呢 就可以施放神來之筆 會替換極翼神來之筆 打出更高的傷害 並且使摺之的普攻傷害提高18% 持續27秒 這個是普攻傷害 以上的流程呢 需要三隻鶴影 具體鶴影的召喚方式呢 也很簡單 施放共鳴技能 就可以獲得鶴影左跟右 施放特殊重擊呢 就可以獲得鶴影中 每一種呢 最多存在一隻 持續15秒 那他的共鳴技能呢 這個共鳴技能呢 他呢會有一個專屬的能量槽 叫做靈運 擁有60點以上的時候呢 上限是90嘛 用60點以上的時候呢 就可以去做施放召喚出 這一個鶴影左跟右 那靈運的獲取方式呢 為普攻或是變咒入場 這樣的方式喔 靈運的獲得方式呢 其實就是普攻獲得 或是透過變咒入場 可以獲得45 那靈運在角色的底下呢 會有這一個格子 在這裡 這裡會有這個格子 一格就是30點這樣的概念 你可以透過普攻攻擊敵人 或是透過變咒入場的方式 去獲得這一個靈運 那再來呢 就是這一個共鳴解放 技能的這一個描述呢 就是很長 他就是召喚這一個 莫鶴呢 進行這一個協助戰鬥 當場上的角色造成傷害的時候呢 他每三秒可以召喚一隻 莫鶴協同攻擊 所以莫鶴本身呢 他是無法自己觸發自己的 所以他沒有辦法自動輸出 他一定要有場上的角色進行輸出 才會觸發 那這個方式呢 總共最多可以觸發21隻 或是持續30秒後結束 那這個莫鶴傷害呢 視為古通傷害 這也是摺織最主要的核心技能 簡單來講 其實這個角色的這個核心重點呢 就是充滿共鳴解放能量 施放共鳴解放而已 整體的輸出流程呢 就是湊滿90點靈運 施放技能短按普攻 拿到三隻賀影 連續施放技能呢 丟出極翼神來之筆 滿能量 丟解放 嚴奏 切阻C 這樣的一個流程而已 所以技能配點的這個順序呢 會優先建議先配點在這一個解放上 在這一個共鳴解放上 再來是共鳴回路 然後再來還是技能跟普攻 接下來呢我們來講這把武器 這把武器呢 非常的特別 它的攻擊力不高 但它給了這個超級無敵高的這個爆傷 72%的這個爆傷 然後呢它給了這個攻擊力 %數以及施放攻擊技能時呢 會獲得自身在場時的普攻傷害加成提升 這個東西呢可以疊加三成 施放炎肉技能呢的時候呢 如果你已經累積三成 那它就會移除所有的這個層數 不在場的時候呢 普攻傷害加成還會提升52% 持續27秒 簡單來講 這一把武器呢 是專為後台普攻傷害角色設計的武器 目前來說這把武器呢 老實講非常的專 並不泛用 其他角色其實都不會推薦去做這一把武器的這個使用 如果你沒有這一把武器的話呢 有什麼下位替代呢 第一個選項當然就是銀鈴的這一把武器 銀鈴的專武呢 跟這個武器差距大約16% 那常駐武器的話呢 差距約大概20% 那如果你是技型的這個武器的話呢 一階大概會跟專武差距45% 基本上啦 四星跟專武的差距都過大 與其它輸出類型的不如在四星的武器上面 如果你真的沒有專武 或者沒有五星的武器的話呢 你不如拿個共鳴效率的武器 當個稱職的輔助最實在啦 那共鳴效率呢 的優先就推薦了一個奇幻變奏的這一把武器 共鳴鍊 這角色呢 到底值不值得抽 老實講 0加0就已經很夠用了 但如果你想要繼續往上的話呢 有幾個選項 一鍊的部分呢 給了你這個暴率 那期望傷害提升呢 約3.4% 主要還是拿這個能量回復 去降低一些你這個角色的充能需求 二鍊的部分呢 讓陌鶴從21隻呢變到了這個27隻 去提高了這共鳴解放的總倍率 提升對於這個角色來說呢 約15% 三鍊的部分呢 可以拿到這個大量的攻擊力%數 一輪輸出下來的提升呢 約14% 四鍊的部分呢 能夠給全隊20%的攻擊 對於自身來說提升只有3.7% 但最主要的還是可以給到 隊友也就是作為輔助的功用 五鍊的部分呢 可以再額外召喚9隻強化這個墨鶴 那可以讓這個共鳴解放的倍率再提升 提升對於角色來說呢 約為29% 六鍊的部分呢 是施放神來一筆的時候呢 有額外的傷害 對於重傷害的提升呢 約19.5% 角色本身呢 零鍊完整 如果想要抽 如果對這隻角色有興趣 或想要補足你的隊伍來說的話呢 零鍊就是完整了 那如果你還想在網上提升的話 二三五六鍊是最為重的 一鍊呢 是改善你的循環 四鍊呢 提升你的輔助能力喔 套裝的部分呢 建議 如果呢 你想要以輔助來說的話呢 以這一個 青雲出月套為主流 那如果你想要跟我一樣 玩個小小的輸出的話呢 你可以選擇冷靈 選擇的部分選43311 那主持的部分呢 這個4cost 就是可以無腦選這一個 無償兇陸 雙爆 3cost的部分的話呢 以140以上的這些共鳴效率 一輪能夠集滿能量為優先 然後沒有的話呢 你就可以先篩一個共鳴效率 那如果願意多花時間去凹這個富池的話呢 那就可以不需要這麼高的這一個 共鳴效率啦 剩下的選擇的話呢 就是冷靈傷害大於攻擊力 1cost的部分呢 選擇攻擊力 富池的部分呢 優先選擇雙爆 再來是攻擊力% 然後是普通攻擊 最後才是共鳴效率 這樣子其實這些富池 都可以拿 都可以拿 好不好 接下來呢我們就來講講配對 摺之目前的配對呢 都適合這個精細搭配為主 摺之對於精細來說呢 就是把銀靈跟陶齊合在一起 既能夠拿到25%的這個技能加深 又可以有後台傷害來幫忙疊層 所以其實非常適合精細喔 當然呢 你也可以選擇這一個 在長禮組C的情況之下 然後用摺之來做輔助 不過長禮呢 這樣子的話 就要比較適合使用到這個合肘 所以容易導致技能加深的效果吃不滿 搭配的時候呢 盡可能還是以這一個 兩次重擊爆發時 觸發炎奏給長禮喔 那撇除以上兩位的話呢 你還是可以跟其他的角色去做一個搭配 就是冰C 冰的這個主C就做搭配 但是 目前的冰C呢 都不是這麼的優秀 所以大家可以稍微期待 未來呢 會出更強的限定冰屬性技能輸出的這個角色 就能夠完美吃到 摺之的這個完美的這個buff了 好不好 那最後呢 我們就來到這個卡池這邊 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抽取建議了 如果你是很喜歡玩精細隊伍的人呢 那摺之對你來說算是高度推薦的 他提升優秀 0加0就可以了 那對於摺之的未來面來說的話呢 就是等一個冷靈加技能為主的戰場輸出 明朝目前呢 後台輸出啦 說老實話都有意的在限制傷害 抽的再高呢 都比不太過目前限定的戰場輸出 所以其實不建議把摺之抽成這個主C來去做這個考量喔 抽取武器啊 共鳴鍊啊 有需要他的傷害其實再去考慮去做這個抽取即可 最主要的還是他的補助能力就好了 那當然最重要的還是你要喜歡這角色 你要愛這角色抽了你玩的才會開心喔 綜合的抽取推薦的話呢 還是0加0最有性價比 如果你再想要往上升的話呢 可以補一把武器 然後再想要再往上升 讓你這個手感變好的話呢 你可以考慮1加1這樣的概念 以上呢就是我們這一次摺之的這個小小的攻略 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 在馬上升到位置 可承認